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,现在。 她是娱乐圈最不会穿高跟鞋的女明星,每次都要男明星服。 说起杨子,想必大家都不陌生了,尤其是近几年,她出演的作品都大受观众的喜欢。 和她合作的男演员也都大火,像邓伦、李宪等,而杨子季加油女儿之后。 再一次证明了自己的实力。 而说起杨子,不得不提的就是张艺山了。 俩人从家有儿女之后也成为了好朋友,私下的关系非常好,也成为了娱乐圈中最羡慕的友情。 能和男明星处成兄弟的也只有杨子了,私下的杨子性格也非常好,所以深受观众们的喜欢。 而杨子也是娱乐圈中最不会穿高跟鞋的女明星,可能是跟性格有关。 杨子是属于大大咧咧的开朗性格,所以平时穿休闲的比较多,但作为一名女明星。 平时要参加的活动很多,高跟鞋也就成为了必需品。 所以活动上扶过杨子的男明星很多,这也跟她的好人缘有关吧。 除了张艺山,之前还有我们熟悉的景百然,和杨子一同参加活动。 而景百然平时就是一个非常绅士的男生,看见穿长裙和高跟鞋不方便的杨子。 就伸手扶了一把,因为在活动上因裙子和高跟鞋摔倒的女星也不少。 还有在家有儿女的两位弟弟面前,弟弟们也是贴心的一边一个扶住了姐姐,怕姐姐摔倒。 看到这里,真是羡慕杨子的性格,正是因为她开朗的性格才在娱乐圈或是观众中大受欢迎。 而杨子在众多女明星中也是最不会穿高跟鞋的,就连杨子都曾表示过。 朋友多了路好走,真是太可爱了,也正因为这样观众才喜欢她。